20海 没有路的20海 海米台风 鱼蛋狂炸彰化 到处淹水 县府却宣布中午正常上班上课 民众超无奈 网友也直呼 有人知道今天船班几点开吗 县长到底有没有在勘灾啊 做人家今天要上课都没走出去 管都没卸 管都没卸 管都没走出去 管都没卸 如果要看 也不一样 彰化沿海低洼处 20河美积水未退 最伸到腰部以上 台76线快速道路下 消防人员抱着小女孩涉水 三台车受困寒冻 几乎灭顶 云林土库同样也惨不忍睹 放眼望去看不清哪里是路 年轻人要出门 只能冒险骑单车涉水 看住啦 然后家里 你看我们家 还有冰蓝餐全部 那赢家里骑上 大水灌进家里 老人家心里难受 忙着上后 斗南大批西正村 也是水深吉西 消防队搭橡皮艇 送500颗便当进来 阿伯饿了好久 双腿泡在水里 狂嗑便当 彰化分源 同安村边拨土石 压垮党土墙 冲进民宅 80多岁的独居阿嬷 吓到真夜不敢睡 我直接倒过60年 不然这条状行 对啊 乘一个都 全面都不敢睡 这如果真的暗时 那整基山就出来了 我人家火迷呢 就怕铁皮平房 挡不住土石重量 当地村长赶快协助阿嬷撤离 台密台风雨量惊人 中部山区低洼处 淹水土石流 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如初 记得中部综合报道